经过一番战斗之后,缅北老街战斗也算有了结束的曙光,果敢同盟军联军控制老街也只是时间问题,但是缅北的战事并没有因此结束,缅甸的武装冲突更不可能结束,似乎还会有更大的战斗,跨过时间,感知历史的温度。这里是妙文史,欢迎订阅观看。 缅甸政府军在得知木解制高点,战略及堡垒丢失后,发射了大量远程火箭炮反扑,12月16日的消息证实,果敢同盟军已经完全控制了木解105码制高点阵地,这个阵地不简单,这一战略阵地被攻克。 对木解当地的形势有相当大的影响,它本身就是一个拥有庞大的山体堡垒体系,无数个机枪眼、炮卫、碉堡,构筑常年的攻势群阵地,在战斗中,果敢同盟军的炮兵在无人轰炸机的配合下,炮弹追着缅甸政府军的守军炸,果敢同盟军士气也相当高,杀声响彻云端,战斗十分意志坚决,缅甸政府军就算依托坚固阵地群也根本无法抵抗。 果敢军不仅夺取制高点,还缴获了大批装甲车大炮,包括多辆缅甸政府军遗弃的装甲车,大型排击炮,这些缴获相当有意义。 对于后继的扩军相当重要,缅甸政府军不甘心失败,正在反攻木解105码制高点阵地,先是使用远程火箭炮,攻击木解105码制高点,在组织部队发动反扑,目前基站还在持续,后继情况不明。 缅甸政府军在各战线上的战斗都不顺利,接连遭遇到重创,出现高伤亡率,一再失败令缅甸政府军心里崩了。 从最近一个时期来说,缅甸政府军出现了大量的逃兵以及投降事件,致使军心溃散,士气不足都成了问题。 针对恶化局面,缅甸武装三军总司令米莱昂来早有大战准备。 除了调动更多的援军之外,缅甸政府军效仿瓦格纳雅雇佣兵成立囚犯兵部队,据称,缅甸武装部队总司令米莱昂已经下令将逃兵,犯罪军人,监狱重刑犯,死刑犯等组成囚犯兵部队送往前线。 目前,第一批700名囚犯兵组成的赶死队已经抵达前线参战,这一变化有点无奈。缅甸政府军有35万人,但是主力部队不超过10万人,具备跨区机动能力的可能只有几万人,实际全军都面临着严重人员缺变的情况。 目前,在现代战争中使用监狱囚犯充军不算意外。 俄乌两军部队都在交战中双方都从监狱犯人中征兵,比如瓦格纳雇佣兵部队,俄军风暴,突击队都使用了,从俄罗斯监狱征兆的犯人,而且使用的规模还不算小,也在战场上发挥了不错的作用,在战斗中立下了不少军功,也几乎没有人当逃兵。 仔细对比一下,缅甸的情况与俄乌情况不一样,俄罗斯瓦格纳雇佣兵部队招收的虽说是重刑犯,但是以自愿为前提,再许以重力和削减刑期,再加爱国热情,让他们可以卖命,一旦按合同完成作战。 可以获得丰厚的报酬,并开始全新的人生,可以说是以此重生。 缅甸政府军招纳的都是穷雄极恶的囚犯,还是直接抢征,与瓦格纳雇佣兵部队招收的俄罗斯监狱内的重刑犯不一样,兴致和档次差距太远了。 缅甸政府军利用自己的逃兵,囚犯兵开战,有点肉包子打狗的意思,没有平时一战的勇气,再在国敢同盟军的强大火力打击下,淘宝们,囚犯兵们第一个考虑是逃命。 而不是逆转战局,现在缅甸政府军是没人可用了,只好把囚犯放出来。 可是他们上了战场,就直接当逃兵,根本不可能依靠他们扭转战争局势。 目前,缅甸处于全国战乱的状态,不止于缅北地区,对缅甸政府军的坏消息不断。 在12月15日,德昂军经过6天的激战,拿下了德昂地区首府南山镇,曾以为德昂军总部所在地。 缅甸政府军试图抢回南山镇,出动了米35武装直升机、战斗机等支援,但是效果不大。 伴随着德昂军攻克南山镇,缅甸政府军在德昂帮的最后一个据点,那么德昂军即将实现全面控制德昂帮。 再加上果敢同盟军打下木杰后,再接再厉,打下木杰城外的重要交通枢纽,105码高地,整体形势便好了许多。 缅甸的战乱情况显然还不能够简简单单地结束,这种冲突背后涉及多种因素,并不是简单的一次和谈就可以解决。 更不要说西方国家在背后充当着挑唆者的角色,已经有点落井下石的意思,在12月11日,欧盟宣布,对缅甸国管委成员,前外交部长吴瓦纳·茂涛博士,军方重要经济,企业卖负责人扭缩中将,以及东部军区司令部司令拉木少将等的四人及两家公司进行制裁。 至此,欧盟对缅甸制裁名单内设计103名人士及21个组织,上了制裁名单的人士被禁止前往欧盟,在欧盟的财产被冻结,禁止汇款等。 缅甸老街之争,在缅甸来说只能算是件小事,缅甸武装部队三军总司令米兰昂担心的是,缅甸军队的士气,军心瓦解,除了缅北问题, 对于此时此刻的缅甸三军总司令米兰昂来说,如何避免全国陷入内战才是重中之重。 但尴尬的是,在缅甸,根本不存在这么一个联合执法的对象,自2009年缅甸88事件后。 长期主政缅甸的彭家生,彭德仁父子被迫撤到了山区里打游击, 缅甸的政治中心被四大家族以及后起的爆发户明学昌所操控, 他们之间各种争权夺利,导致果敢地区长期呈现出一种家族化、帮派化的社会治理模式。 那边缅甸政府则欣然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四分五裂的果敢。 毕竟,相较于之前坐镇果敢几十年的老彭家,权力分散到四大家族后,果敢的离心力自然也随之削弱了。 典型的就是,彭家生的果敢同盟军撤走后,缅政府得以顺利地将缅甸语列入了果敢基础教育必修课, 还把原善邦第一特区改为善邦北部果敢自治区,并成立了果敢拱发党作为自治区的执政党。 更说明问题的还有,主要被白家控制的果敢地方军,也接受了缅军的改编,成为了果敢边防军,总部在老街军分区。 那么,咱们再看这次彭德仁以党政军三个抬头发出的这个红头文件, 显然,他们还坚持着善邦第一特区的旧制,认为自己才是果敢的正统。 2009年以后,成立的那个善邦果敢自治区则属于政变军人集团成立的伪政权,果敢边防军是伪军。 可以说,对于缅甸政府来说,或许,老街的四大家族虽然宛如土皇帝干着无法无天的事情, 但相对来说,还是比之前的老鹏家要好摆布的多,毕竟,并不是每个军阀财阀势力都有独立的政治需求, 有些势力,其实更像是个挂着政府名义的黑帮,他们想要国家的权利,却又不想承担国家的义务。 对这些人而言,有了国中之国的理子就足够了。 解决电炸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任务,电炸活动不仅损害了国际声誉,还使许多人陷入了贫困和犯罪。 政府和国际社会应该合作,采取措施打击电炸犯罪,并提供职业培训和就业机会, 帮助那些曾经参与电炸活动的人重新融入社会。 最令人猜测的是印度雇佣兵的出现,他们究竟是协助国杆同盟军的特种部队, 还是印度政府的私人保镖,这个问题一直令人疑惑。 然而,缅甸与印度之间的历史合作关系已经存在多年, 而印度对缅甸局势的介入并非新鲜事, 这次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更多的情报和背后的真相仍有待揭示。 缅甸与印度之间的边境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的敏感话题。 双方边境线长达1664公里,为印度叛乱武装提供了便利的基地。 多年来,这些武装组织一直在缅甸境内建立基地, 对印度边境地区不断发动袭击。 然而,缅甸和印度之间长期存在的紧张关系使得印度难以有效解决这一问题。 最近几年,印度试图改善与缅甸的关系并进行联合军事的行动, 但边境问题的根本解决仍然面临挑战。 这场混战不仅仅是老街的问题,也是整个缅北地区的问题。 对此,你怎么看?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讨。 这里是妙文史,订阅我,和你分享不一样的历史故事。